喊了20多年的橡胶橡胶 忽然之间就变成了尼卡尼卡 海贼王漫画1044话情报出来之后 有人欢喜有人忧 其他人觉得陆飞终于获得了史诗级加强 之后可能再也不会被凯多打趴了 获得加强的陆飞与凯多之间的战斗肯定会更加精彩 有的人觉得伟田为了加强陆飞忽然之间就改了设定 实在是有点让人难以接受 从一开始的时候 认为观众的我们就一直以为陆飞的恶魔果实能力是橡胶果实 但之后却变成了动物系人人果实幻兽种尼卡形态 由此可见 眼睛看到的东西并不一定是真实的 说不定海贼王中还存在其他被改名的恶魔果实能力 只不过这些人都因为是配角的关系 不然并未像陆飞一样真正觉醒自己的力量 拿黄元的闪闪果实来说 原本他只是吃下了一颗自然性恶魔果实 但是真正觉醒恶魔果实力量的话 说不定之后会改名为动物系人人果实幻兽种光之迪加形态 毕竟两人都会发射激光 只不过黄元还没有开发出变成成为巨人形态的招式 但比如小峰的魔防果实 除了变化自己的容貌之外 再无其他任何能力 但是在推进城的时候 小峰吃下了麦哲伦的剧毒之后仍然活了下来 并且还成为了新人妖女王 感觉小峰好像是不死之身一样 由此可见 小峰的果实也不简单 他所知下的恶魔果实可能会改名为人人果实幻兽种孙悟空形态 因为孙悟空也可以吸食二变 而且还是不死之身 之后决进自己的力量后 说不定也可以使用出和孙悟空一模一样的力量 再比如莫莉亚的影子果实 从名字上来看 这个恶魔果实所拥有的能力是控制影子 比如控制自己的影子又或是其他人的影子 但莫莉亚却可以使用他人的影子复活已经去世之人 让这些人在自己的指挥之下进行战斗 这项能力如今看来确实有那么一点点奇怪 另外被夺夺影子的人暴露在阳光下也会被烧成灰烬 由此可见 莫莉亚的恶魔果实其实也不简单 他所吃下的恶魔果实很有可能也改名了 原本的名字是人人果实幻兽中月亮神形态 莫莉亚现如今都变成太阳神了 莫莉亚改个月亮神也不过分 毕竟没了影子的人只能在夜晚行动 但比如堪食狼的笔笔果实 名字上来看这颗恶魔果实和绘画完全没有关系 一般情况下可以理解为能力者本人能够变成一只笔 然后在敌人身上涂烂涂鸦 但是堪食狼却可以将绘画出来的东西化为实物 感觉像是自己手中的毛笔吃下的恶魔果实一样 回到大决战中 堪食狼随手一画整了一个火前方 不仅大和都不是这个怪物的对手 也受伤的大妈最终也被火前方一并带走 由此可见 堪食狼的恶魔果实能力也不一般 他的恶魔果实能力也有可能和陆飞一样改过名字了 原本的名字是人人果实幻兽中马良形态 竟然是神比马良所绘画的东西 多多少少也算是合情合理 另外改名字后堪食狼无限养 莫许多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其实一点都不过分 再比如女帝的甜甜果实 光看名字的话 也可能会感觉这个果实和堂果有关 但女帝的这个果实能力却是能够迷到男女老上 并且还会使对方实话 迷惑男人和实话的招式和恶魔果实名字完全没有关系 故而女帝的恶魔果实也有可能改名了 有些的名字可能是人人果实幻兽中打击形态 又或是人人果实幻兽中被杜杀形态 再比如鬼道大决战中被凯夺砸了好几些狼牙棒的警卫们 按理来说超人系恶魔果实并没有这么强大的扛纵能力 但吃下了服服果实的警卫们防御力明显强于光月与田 因为光月与田连一记普通的狼牙棒都扛不住 但警卫们本人却可以扛入传绕霸王四霸气的狼牙棒 这剧情怎么看都非常不合理 如果把警卫们的恶魔果实改名为人人果实幻兽中假面骑士形态 这样就合理多了 假面骑士也能变身改变衣服 警卫们也能变装 而且改名后由原来的超人系变成了动物系幻兽种 出现复活的问题自然也就变得合理多了 再比如黑胡子海贼团六号船船长学院猎人卡克林迭美 原本的恶魔果实能力是全权果实幻兽种旧伪服形态 但他也能够和小冯一样变身成为他人的模样 两颗恶魔果实的能力明显重叠了 由此可见 这颗恶魔果实的名字也不一定是真实的 说不定原来的名字是人人果实幻兽种名人形态 变化能力很有可能源于名人的变身之术 之后和陆飞一样觉醒力量后 说不定伟兽域以及罗玄丸都能够整出来 从上面简单举例的几位人物不难看出 市场本没有自然系或是超人系 只是改名字的人慢慢变多后 之前才会出现这么多人人果实幻兽种 或许这一切都是因为恶魔果实图建出版社的问题 他们出版恶魔果实图建的时候故意弄错了名字 才会导致那么多人误解了自己所持下的恶魔果实 并最终朝着自己所理解的方向进行开发了 如果每个人都能够来凯多老师这里领上几下狼牙棒 说不定也可以觉醒自己的力量 并改名成为人人果实幻兽种某某形态 800年来都没能换名字并觉醒的恶魔果实 到了凯多老师这里一下子就觉醒了 可见凯多老师确实是一位天才 好了 本期的胡扯内容就是这些 我是阿金 我们下期再见